一位反对,因为她担心阿太再婚,遗弃孩子,阿太承诺她永远不会再婚,但依莎不相信她,依莎如此肯定,是因为她得知婆婆要给阿太介绍一个有钱的儿媳妇,当她的妻儿媳妇,经过一夜的商议,阿太决定和依莎登记结婚,两人到民政局办理了手续,依莎之所以选择跟阿太登记,是因为她认为姐姐的死和恶婆婆有关,她想找到恶婆婆害死姐姐的证据,两人走出民政局, 阿太答应依莎和她妈妈今晚就宣布结婚,然而阿太还没回家,依莎就给恶婆婆打了电话,告诉她等会儿自己会上门给她道歉,阿太的妹妹小美高兴的把记者叫到家里,希望她们拍下依莎和她妈妈道歉的照片,打破婆婆杀儿媳的谣言,然而当所有的记者都来到家里时,依莎却当着记者的面拿出了结婚证,婆婆惊呆了,小姑子更是不敢置信,觉得弟弟不会选这种站不上台的女人,让她不要丢人, 赶紧滚出去,阿太赶紧阻止姐姐的行为,和所有人都承认她和依莎登记的事实,在记者的注视下,婆婆被迫接受了这个新儿媳妇,阿太把依莎拉到一边,问她为什么要先跟妈妈说结婚的事,依莎不再隐瞒,承认要为姐姐讨回公道,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婆婆有多恶毒, 阿太明白,她妈妈绝对不是她说的那个坏人,依莎让阿太给自己半年时间,如果她找到婆婆害人的证据,那她就必须同意自己收养孩子,如果她误会了婆婆,她不仅会向婆婆道歉,还会主动离开这个家,阿太点头同意,婆婆问儿子是不是被逼婚了,依莎一听,立马主动挽住了阿太,并告诉婆婆,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姐姐走后,两人难过的相互安慰,慢慢产生好感,步入婚姻,依莎在婆婆面前秀恩赖,婆婆却看出两人是在演戏,还觉得他们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第二天,依莎带着行李搬进了婆婆的豪宅,还没进门就被小姑子拦住了,她吩咐佣人往依莎身上撒酒精消毒,依莎乖乖任由她摆布,嘲笑她表面干净,内心却是肮脏的,酒精是洗不掉她这样一颗心的,必须要用道德来清洗, 小姑子被躲得说不出话来,婆婆让新媳妇第一次进屋就跪在地上,爬过去拜她,如果她反抗,就是对她的不尊重,小姑子得意洋洋的看着她出丑,结果依莎翻着跟刀来到婆婆面前,一场婆媳大战即将开始,小姑子想教训一下嚣张的依莎,一边和她说话,一边安排庸人从背后往她身上泼一桶拖地水,想着让她难堪,结果她拖着小姑子开心的合影,让她完美保存了小姑子欺负她的证据, 小姑子气得摔了个大跟头,她的计划又落空了,依莎给阿太发了一张小姑子于自己的照片,想着姐姐一个人在家,是怎么被人欺负的,阿太一直认为姐姐和妈妈都是好人,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并提醒依莎不要为了找证据故意惹是生非,中午小时而热的嗜哭,依莎从庸人口中得知,婆婆规定阿太不在家,中午之前不准开空调, 因为姐姐嫁进来后,电费翻了三倍,婆婆不想备占便宜,让姐姐承担电费,又不许告诉儿子阿太,胆小的姐姐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考虑到奸诈的婆婆,肯定会让自己代替姐姐继续承担电费,依莎决定先行一步,庸人告诉依莎,小姑子每天直播到凌晨才睡觉,估计电费上涨跟她有关系, 依莎拿出架子爬上小姑子的阳台,透过窗帘看到小姑子坦胸漏背赛,和外国男友聊天,依莎偷拍了一下这有趣的一面,然后非常自信的来到婆婆面前,她说,她只承担自己和小侄子的电费,其他电费谁用谁负责,别想占她的便宜,毕竟这幅低每个月的电费,都要好几万块钱,用电的又不止她一个人,说着,她拿出小姑子聊天的视频给婆婆看,婆婆看到女儿在国外男友谈恋爱,立马取消女儿房门, 见她穿得这么难看,生气就是一记耳光,叫她收拾东西走人,小姑子不断求妈妈原谅,她发誓会和外国男友分手,母亲吩咐吓人,不许再提这件事,否则一律开除,小姑子从地上爬起来,她要跟依莎算账,小姑子厌不下这口气,决定找依莎报仇,她气呼呼地冲进厨房,揪起依莎的头发,然后狠狠地扇了她一巴掌,两个女人互相撕扯,然而,他们打斗的一幕,恰好被阿太通过视频, 看到了,依莎不好惹,她奋起反击,一把将小姑子推倒在地,反手抵在墙上,依莎说她不会打她一巴掌,但这不会让她好过,因为她欺负过姐姐,她要报复。 听到依莎的话,阿太对她的所作所为很失望,认为她是故意找麻烦,但她不能让妈妈和姐姐被依莎欺负,所以她决定辞掉远方的工作,回家守护家人。 婆婆得知儿媳和女儿打架,但她选择不阻止,因为她知道不能对依莎使用暴力,而是要动脑子。 依莎醒来的时候,看到阿太站在她的床前,她告诉依莎自己辞掉了工作,想留在家里保护家人,不让依莎欺负他们。 之前姐姐交了一些电费,原来婆婆早就准备好了。 她告诉儿子,让妻子承担家里的电费,是让她融入家庭,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 而且,她从来没有用过儿媳每个月交的电费,而是存起来作为孙子的教育基金。 单纯善良了阿太,自然相信了妈妈的话,让依莎核对一下姐姐每月交的电费单,是否和妈妈银行里的金额一致。 依莎认为婆婆再打亲情牌,想让她输得难看。 她才不信,婆婆会这么好,要是真的被姐姐着想,就不会把她关在仓库里害她死掉。 阿太认为,当时她不在场不要抹黑失实,起死的事已经发生,就让一切成为过去。 只有这样,才会让大家好过一些。 婆婆想让阿太和富豪千金在一起,惊喜安排二人见面。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依莎出现了,她强行跟了上去。 对于她的行为,婆婆和小姑子不敢出声。 下车的时候,依莎主动抱住阿太,宣誓她是阿太的妻子。 富家千金小美对她的出现十分吃惊。 小美切水果的时候,依莎从背后掏出一把水果刀,悄悄靠近,小美吓得不轻。 小美听到她话里有话,不想搭理她。 依莎却没有放过她,警告她休想把丈夫从自己身边抢走。 虽然她有婆婆的支持,但只要有她在,她就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如意算盘得逞。 原来,小美弟父亲为了攀上婆婆这棵摇钱树,非要让女儿努力成为婆婆的儿媳妇。 婆婆也很喜欢小美,希望她能成为自己的新媳妇,想不到却让依莎结束先登。 这天丈夫就与妻子太危险为由提出离婚,为了报复他们,家族可以不择手段。 原来,在小美爸爸安排的晚宴上,美爸公司推出了一款健康绿色的新饮品,她正在找广告公司做宣传。 婆婆听了,觉得这是给儿子锻炼的好机会。 她刚辞职开了广告公司,请求美爸给儿子一个表现的机会。 美爸想攀高师,高兴地答应了。 依莎认为这是给婆婆丢脸的机会。 如果阿泰拿不到这个项目,婆婆自然会动用自己的所有关系,想方设法为她争取。 然而,阿泰最讨厌利用关系,她只想用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这是让她看清婆婆真面目的机会。 为了打败婆婆,依莎找到大学同学小帅联手这个项目,为此,依莎进行了深入调查。 首先,公司有五个投资者,只要三名董事能投给他们,他们就赢了。 第一位是小美帝父亲,她和婆婆关系如此亲密,想要得到她的选票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人曾得到了婆婆的经济帮助,所以获得她的选票几乎没有希望。 第三位是查特夫人,她的弱点是丈夫出轨。 如果他们想得到夫人的支持,他们必须把重点放在鼓励女性上面。 第四名和第五名分别是乔先生和林先生,他们两个都是非常诚实的人,只要方案好,他们就会支持。 经过详细的分析,他们准备干起来,时间很快就到了。 选举当天,阿泰首先对她的方案发表了讲话,她的方案相对简单朴实,受到了股东们的称赞。 阿泰满怀信心地走出会议室,却遇见了迎面而来的依莎,这才发现她竟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婆婆也收到了消息,更加震惊了。 她意识到,依莎不是在与丈夫作对,而是在与自己作对。 依莎提出的建议非常有趣生动,能够充分突出产品的特点,赢得了股东们的掌声,就连美霸仪对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依莎团队通过知情人打听消息,查德夫人要给他们投票,依莎很高兴,这时婆婆给依莎打电话。 依莎强势反习婆婆,你要庆幸,自己有个自理更生的好媳妇,不像我小姑子那样,天天靠直播找金主爸爸帮助她。 婆婆叮嘱依莎不要太得意,谁输谁赢还不知道。 婆婆奸细依莎会输,所以她和依莎打了个赌,还做了股东的背景调查。 除了查德夫人,其他股东都必须支持她,如果她想赢得查德夫人那票,就必须抓住她的弱点,发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她的丈夫。 而她的丈夫最近试图设足政治,而婆婆恰好能帮她。 婆婆的提议最终让查德夫人投给了阿泰,目前的投票是2比2,所以最后的结果就看美爸的投票了。 小帅觉得,美爸无疑是支持婆婆的。 依莎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果不其然,美爸收到了依莎的短信,立马改变了主意。 她把票投给了依莎,依莎也因此获胜。 她之所以没有选择阿泰,是因为她有一个更好的计划。 依莎不同意离婚。 阿泰表示,她和儿子不想和她这样危险的人一起生活。 阿泰只好拿出依莎的秘密来威胁她。 如果她不同意离婚,她会把秘密告诉她父亲。 原来,依莎在高中时并没有驾照,她偷偷开着父亲的车去参加宴会,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老人。 当时她因为害怕选择逃回家,告诉小帅她撞倒了人,让小帅陪她回出是地点。 然而,当两人返回时,地上只有一滩血迹,没有看到老人的身影,两人只好开车回家。 小帅问依莎确定不报警,依莎不想给父亲添麻烦。 一方面,她确定自己撞倒的老头子是安全的,很有可能会自己爬起来回家。 另一方面,她又怕老爷子受伤残废,她的家人如何承受巨额医药费,她吓得大哭起来。 最终,依莎选择了对家人隐瞒这起事故,因为她不想自己的错误,给整个家庭带来痛苦。 然而,他们的谈话却被姐姐一字不漏地听到了。 看着依莎每天生活在自责中,姐姐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将这件事告诉了丈夫阿泰。 而如今这起意外却成了阿泰威胁依莎离婚的筹码。 阿泰开车去岳父家的时候,依莎拼命上前阻止。 阿泰和家里的工人小强使了个眼色,关键时刻,小强上前抱住依莎躲到一旁,阿泰顺利开车出去。 摆脱了小强后,依莎迅速坐上出租车赶回父亲家,却发现阿泰只是在吓唬自己,她只是来看望父亲而已。 得知真相的依莎愤怒地打了她一顿,阿泰之所以吓唬她,是因为她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就去报复自己的母亲。 她完全可以反抗,可她是她老婆的妹妹,她不会做伤害家人的事情。 依莎意识到她错了,阿泰觉得只有让依莎相信她的母亲不是坏人,事情才能得到解决。 依莎认为婆婆对儿子的占有欲太强,才让她讨厌儿媳妇。 为了早日回归平静的生活,阿泰愿意和依莎掩恩赖夫妻,让妈妈的嫉妒心发挥到极致,让她早日露出真面目。 误会解除,两人开始行动,一回到家,看到站在门口的婆婆和小姑子,依莎就迫不及待地把阿泰拉过来吻了上去。 事实上,她把拇指放在嘴唇之间。 吻完之后,阿泰吐槽依莎的演技太假了,不分场合接吻的真正情侣是不存在的。 两人下车后,继续在婆婆面前演戏,让佣人今晚不要打扰,要过两个人的浪漫世界。 说完,他们便亲密地离开了。 婆婆一直认为两人是在演戏,因为儿子从不在别人面前秀恩赖。 为了寻找两人假爱的证据,小姑子派小翔爬上窗台取证,被依莎发现了,立即跑到阿泰的房间。 而此时,阿泰刚洗完澡出来,身上只披着一条浴巾。 依莎看到她结实的胸肌,顿时脸红了,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告诉阿泰,她妈妈派人上了窗台看他们了。 阿泰掀开窗帘一看,故意不拉上窗帘,用力把依莎一拉,两人都倒在了床上。 摆出暧昧姿势,为了演得更真实。 依莎让她在婆婆和自己之间选一个,她会选谁? 阿泰直接盖被子作为回答。 小翔走后,依莎立即害羞地逃回了自己的房间。 婆婆看到两人恩爱的视频非常生气,绝不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 阿泰回忆起白天亲闻依莎的情景, 那种美好的感觉不知不觉又回来了。 依莎也沉浸在甜蜜的拥吻中。 依莎为了给姐姐报仇,不断招惹恶婆婆,不料却遭到恶婆婆的反击。 原来,依莎无意间从庸人口中,得知了姐姐被婆婆欺负的消息。 姐姐怀孕六个月时,阿泰花三万泰猪,送给妻子一条精美的项链作为回报。 婆婆知道后大发雷霆,认为姐姐是个靠怀孕上位的坏女人, 还令孩子不断压榨儿子。 趁儿子不在家,婆婆拉着庸人一把抓住姐姐,强行摘下儿子脖子上的项链,辱骂她。 姐姐为了证明自己嫁给丈夫不是为了钱, 婆婆没收项链,又让姐姐瞒着儿子,说项链不小心弄丢了。 为了平息事态,姐姐只能乖乖听话。 依莎听了这话,决定反击婆婆。 她从美爸爸那里得知阿泰正在和小美约会,于是她给阿泰打了电话,知道两人就在一家咖啡店,她特意换了一套漂亮的衣服。 为了赶时间,她骑着摩托车前去,很快就找到了阿泰。 依莎故意在小美面前秀恩爱,然后让阿泰陪她看车。 她想买车,就邀请小美一起去。 为了证明自己和阿泰没有暧昧关系,小美尴尬地答应一起去。 于是三人去停车场取车。 就在上车之前,阿泰问依莎为什么不敢开车还要买车。 依莎只好将自己的打色说了出来。 她想买车气她婆婆,要是让婆婆知道阿泰买贵的东西讨好老婆,婆婆肯定会大发雷霆,露出本来面目。 依莎还告诉阿泰,她给姐姐买的项链并没有多,而是被小气吝啬的婆婆没收了。 婆婆也觉得姐姐不配拥有,她需要一个间谍,小美是最佳人选,让她去和婆婆通风报信。 果然,当三人来到车行时,依莎选了一辆非常昂贵的跑车,并不断靠近阿泰。 小美气地翻了个白眼,借口上厕所的时候,打电话给婆婆汇报。 正中依莎的陷阱。 现在就是支开阿泰,只要阿泰不在家,婆婆才会露出她的真面目。 阿泰配合依莎给她妈妈打电话,告诉她今晚要去参加一个聚会,不回家了。 一切安排就绪,只等依莎回家接受婆婆的欺负。 现在有好戏要看。果不其然,依莎一回到家,小姑子就带着两个仆人,一把拽住她,给她蒙上眼罩,野蛮地拖着她去见她妈妈。 而这一幕粗暴的画面,正被依莎安排得庸忍悄悄拍下。 连下阿泰,阿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屋子里有东西被打碎的声音,阿泰担心依莎受到伤害,立即匆匆跑回了家。 然而,当她到达的时候,她的母亲正在兴高采烈地为依莎举办派对,庆祝她在梅坝那里得到一个大项目。 而当阿泰离开时,她的婆婆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原来小美听到依莎要对付婆婆的计划,她立即将计划告诉了婆婆,其次是配合依莎演戏。 她故意让依莎偷听到她和她婆婆的汇报,让依莎误以为他们掉进了她设计的圈套,却不知道依莎反而被他们玩弄了。 依莎不服气,带着阿泰去见仆人,庸人早就被婆婆收买了,还一口咬定是她误会了婆婆。 她只是提醒姐姐注意安全,不存在抢她项链的事情。 晚上,依莎和她最好的朋友,讲述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错了,婆婆给反咬一口。 正在她苦恼的时候,婆婆出现在她身后,一副要算账的样子。 依莎立刻拿出手机,想要拍下婆婆的恶行,不料被小姑子发现,从背后抢走了手机。 婆婆趾高气扬地拿出姐姐的项链,挑衅地说着狠话,还扇了依莎一巴掌,这可是惹怒了她才会有的下场。 依莎正要反抗,却被小姑子抓住。 婆婆警告她不要乱来,阿泰永远不会爱上她,这两心机重重的女人也不会选择她而不选自己的亲妈。 临行前,小姑子恶狠狠地将依莎的手机扔进了水里,然而楼上的阿泰恰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她终于看清了母亲和姐姐的真面目,却又不敢面对和承认,因为一旦她承认,她的儿子就会被依莎带走。 于是她决定想办法说服几个人互相接纳,成为家人。 此时的依莎还沉浸在抱负之中,婆婆认为阿泰永远不会爱上自己,她不服输,案发是一定要让阿泰爱上她。 就在阿泰给自己换了新手机的时候,她主动送上了一个甜蜜的吻,依莎为了报复婆婆的恶行,故意亲吻阿泰,让阿泰看上她,以死来气她。 为了教训依莎,婆婆派人放火烧她父亲的房子,找人偷偷溜进她家里,悄悄打开煤气扫,放了一个空锅,让她慢慢烧。 不一会,房间里便燃起大火,好在依莎的朋友及时发现,她把熟睡的沙坝叫醒,才让沙坝逃过一劫。 他们随后报了警,消防队也赶来灭火。 婆婆得知沙坝没有受伤,很生气,她真希望沙坝死在大火里,这样可以和她的女儿一起下地狱。 也许坏事做多了,她请僧人来家里祈福,并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吃斋的照片,获得了无数点赞。 这时,依莎晨跑回来,婆婆高兴地说自己刚做完施斋,还为依莎一家祈祷,也许祈福可以扑灭她父亲家里的火焰。 依莎不太明白婆婆说的话,直到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她,她家着火了,她父亲年纪大了,但她并没有见望到忘记关火。 想到刚才婆婆的暗示,依莎明白了,这都是婆婆做的,但这一次依莎并没有选择和她硬碰硬。 她知道,婆婆故意向她透露,自己是幕后凶手,好让她气呼呼地去找阿泰告状,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她可能会不相信自己,还会指控自己陷害婆婆。 依莎故意让阿泰支付房屋损失的装修费,因为房子要装修,阿泰让沙坝去家里和自己一起住。 沙坝不肯,她不想和婆婆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为了劝老人回去住,阿泰表示什么都愿意做。 沙坝让阿泰到食堂,游到那边再游回来,还以为阿泰做不到,正要嘲讽她的时候,阿泰跳入水中,正要以百米的速度游向对面。 虽然曾在远洋工作过,但依莎还是担心阿泰的安危。 果然,阿泰游到了水中央,被水中的渔网缠住沉了下去。 依莎见状,立即跳入水中,游到阿泰身边,她却自救迅速扶了上来。 可爸爸担心女儿太激动,却不小心进了水里,两人赶紧游过去救人。 沙坝最终妥协,同意明天收拾东西回女婿家赞助。 依莎无意中得知,婆婆今天在家里接待贵宾,为了讨好竞标大臣,举办了豪华的宴会。 为此,她想了个办法气婆婆。 就在婆婆盛装迎接贵宾的时候,远处传来一阵锣鼓声。 沙坝带着一些大妈,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依莎也高兴地加入队伍。 她高兴地把大家请进了屋子,婆婆还没弄清楚情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立马大声叫停,但所有人都不想搭理她。 沙坝知道她要开派对,便鼓起勇气让大家参加,进屋继续开心。 于是一群爷爷阿姨,兴高采烈地冲进了屋子里,疯狂地霸占贵宾们的美食,吓得贵宾们连忙后退。 聚会被毁了,婆婆差点被气死。 阿泰对依莎的做法非常失望。 依莎上前向她解释,如果不是她妈妈先放火,她也不这样做。 阿泰希望依莎放弃与母亲的对抗,努力也爱化解仇恨。 见依莎不同意,阿泰提醒她,再不停止,妈妈会查到她开车撞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说服依莎之后,阿泰试图劝说她的母亲不要再逗了,而母亲却用鼻涕和泪水诉说自己的清白,指责依莎诽谤她,看穿了妈妈的戏。 为了孩子,阿泰请求妈妈不要闹了,一家人和睦相处。 阿泰离开时,母亲擦干了眼泪,她没想到依莎这么聪明,竟然没有落入她设下的圈套。 第二天,由于依莎的破坏,婆婆的新发电厂项目投标失败。 对方还说她的坏话,说她办了个低级庸俗的派对,还说她毒死自己的丈夫,才有今天的豪门地位。 婆婆受了打击,一个人喝着酒,女人被男人抱在怀里。 这一幕正好被小姑子看见,惊得下巴兜掉了。 原来,依莎无意中发现父亲心脏病发作。 悲痛欲觉得她告诉小帅,她怕婆婆知道她八年前撞了人。 婆婆因为恨她会告诉她爸爸,怕爸爸对她失望,还有心脏病发作,她不想再失去一个挚爱。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小帅决定帮她解开心血,带她去看看被撞的老人。 为了安慰她脆弱的心,小帅给了她一个深情的拥抱,亲吻了她的额头。 而这一幕恰好被路过这里的小姑子看到,她立马给妈妈打电话。 为了抓到两人出轨的证据,她命令小强跟踪他们。 小帅把车开到出事地点,回忆起老人背状的经过,分析她可能是附近的村民,于是开车到村里打听。 可这时车子坏了,启动不了。 眼看就要抓到证据,小姑子不死心,下车到路边拦车。 这时,一辆豪车飞快地开过来,小强紧急将小姑子拉到一边。 小姑子瞬间被小强英雄救美帝撞取感动了。 随后小强假装受伤无法前行。 小姑子只好放弃跟踪。 趁着买饮料的机会,小强悄悄跑到树下给阿泰打电话,告诉他小姑子跟踪依莎。 就在小帅带着依莎来到村子里,向村民打听八年前初始的人的信息时,阿泰打来电话,得知小姑子跟踪而来。 依莎让小帅离开这里。 小姑子回到家后,从车上拿走了行车记录仪,上面记录了依莎出轨的证据。 婆婆看到后吓了一跳。 小姑子单纯地认为这些证据完全可以把依莎赶出家门。 但婆婆却认为,这些拥抱视频不足以给他定罪。 也许他们会被依莎以诽谤罪起诉。 想要打垮他,就必须找到更有力的证据。 于是婆婆把儿子叫到房间,一起播放了依莎和小帅的亲密视频。 然而,阿泰见状却不为所动,甚至还帮他解围。 两人是轻眉竹马,没有恋人关系。 挑拨离间没有成功,他让儿子提醒依莎,他已经结婚了。 不能在公共场合和其他男人依偎在一起,以免丢了他们家人的脸。 沙坝得知婆婆散步女儿出轨的消息后,气得拿过劫色工具往他们身上撒,说要好好清洁他们不干净的嘴巴。 小姑子不爽他的无理行为,与沙坝对峙。 沙坝却拿起马桶锡,满屋子追着他,大喊着要赌他的臭嘴。 这个时候,婆婆让儿子看清了依莎一家是多么的粗暴和无理。 其实婆婆故意让佣人给沙坝送消息,让他发疯闹事,就是为了让儿子看清他们家的真面目。 晚上,阿太代表家人向依莎道歉,并质问他为什么小帅要亲他的额头。 依莎解释说,因为当时心情不好,小帅就用小时候惯用的方式安慰自己。 阿太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有夫之妇,依莎点点头答应下次多注意。 后来阿太为了不让事情雪上加霜,再次向他提出离婚。 依莎坚定地说,他没有找到婆婆作恶的证据,他不会同意离婚的。 阿太表示不想让他留下来不开心。 事实上,阿太害怕他会爱上自己。 原来,阿太偷听到了依莎和他父亲的谈话。 依莎想跟父亲坦白他撞人的事情,却无意中得知父亲心脏病发作。 怕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谎称自己喜欢姐夫的事情。 阿太正要离开,却被依莎拦住了。 依莎将她按在了树上,阿太反手将她抱在怀里。 阿太希望她能够放下仇恨,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然而,阿太并没有说出这些话。 为了找出依莎的弱点,婆婆派人潜入依莎的房间搜查。 果然在她的日记上发现了她的秘密。 婆婆为了调查她不为人知的秘密,亲自拜访了小帅的公司, 同意拍摄她策划维护女性权益的广告。 但有一个条件,必须是依莎做她的助力。 婆婆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找个机会, 以她二人隐藏的秘密。 依莎得知后当场反对。 聪明人都知道婆婆居心不良, 小帅只好尊重依莎的决定。 阿太下班过来接依莎, 无意中听到同事们议论, 如果她妈妈来拍戏, 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荣誉和荣耀。 阿太听后打电话给她的母亲, 问她为什么突然让依莎接近自己, 是不是在密谋对付她。 妈妈回答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作, 希望依莎能以专业的态度去面对。 阿太非常同意她妈妈的观点, 所以她说服了依莎接受这份工作。 她想借此机会, 让两人近距离接触, 让他们更加了解对方, 化解一切仇恨。 见依莎还是不同意, 阿太拿出了他们说好的交易, 如果能说服岳父住在家里, 那么依莎必须同意花时间去了解她的母亲。 依莎无奈接受了这份工作, 但又不得不说出和她离婚的理由。 阿太说她和妈妈的工作结束后会告诉她, 阿太一回到家, 就听到妈妈要教训依莎。 阿太生怕妈妈对依莎下狠手, 所以在两人一起出门工作的时候, 她就偷偷跟了过去。 莎爸担心女儿拦住阿太的车, 执意要跟着她。 这是依莎第一次和她的婆婆如此近距离, 无聊的她拿出手机输入密码, 就被婆婆的贴身管家汤姆偷偷露了下来。 三人下了车, 不行去吃午饭。 过马路时, 一辆摩托车开过来, 目标直接是依莎的包。 一阵拉着无果后, 依莎愤怒地捡起地上的石头, 转身朝劫匪扔去。 劫匪被击中头部重重摔在地上, 袋子里的东西被散落一地, 然后依莎踢了劫匪一脚。 阿太和沙爸正好看到这一幕, 跑过去帮忙。 正在他们制服劫匪时, 婆婆趁机捡起了依莎散落在地上的手机, 随后警察赶来将劫匪带走。 依莎和阿太不得不去警局供述。 婆婆趁机说要开会先走了, 就赶紧赶回家, 杀把他把捡好的东西给依莎, 却没发现手机不见了。 婆婆回到家, 通过汤姆记下的密码, 成功打开了手机, 然后用依莎的语气和小帅聊了起来, 想通过小帅套出他日记里的秘密。 而这时录完口供的依莎, 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于是爸爸打来电话, 婆婆自然不敢接, 依莎只好拿走了阿太的手机, 发现手机通过定位就在房子周围, 以为把手机留在妈妈的车里了, 给妈妈打电话。 这时, 父亲接到了小帅的电话, 告诉依莎有人用他的手机给他发了信息, 问他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依莎紧张起来, 因为这起事故只有小帅和阿太知道。 小帅说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想骗他说出秘密。 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不对劲, 因为依莎从来没有给自己发过消息。 说到这里, 依莎立马想到是婆婆干的。 于是在阿太和婆婆通电话的时候, 一把抢走了阿太的手机。 他想回家, 把婆婆的恶行当场扎起来, 用手机录下来证据。 阿太很担心, 他一个人要跟去, 却被依莎拦住了。 他和父亲骑上摩托车, 一嫌一后赶回家。 而不知情的婆婆还想方设法让小帅说话, 小帅故意说秘密就在房间里, 婆婆二话不说, 立马跑到儿子房间。 遣散了庸人, 婆婆让小姑子留在下面, 她要一个人去依莎的房间找。 正当她在箱子和柜子里翻找了一会儿, 依莎回到家, 看到小姑子挡在了楼梯口。 依莎一把抓住了要告灭的她, 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绳子, 绑住她的双手, 将绳子裹在她身上, 将她绑成一圈, 然后用布条捂住她的嘴, 拍下她是共犯的证据。 做完这一切, 依莎跑上楼去找婆婆算账, 却发现门锁着。 婆婆听到声音后, 慌张地把手机揣进口袋里, 然后她想从窗台上逃走。 他们已经准备好梯子并等待着。 婆婆吓到半个梯子的时候, 沙坝从园丁手里拿出一条无害的蛇扔向他们。 吓得她从高处掉下来, 就在沙坝接住的时候, 依莎也打开了门, 用阿泰的手机拨通了自己的号码。 婆婆只好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还给了依莎。 现在证据确凿, 为了给妈妈一个教训, 沙坝二话不说就把她抱起来, 扔进了游泳池, 希望清澈的水洗净她的罪孽。 沙坝随后问她为什么要拿走女儿的手机, 婆婆说一定要找出依莎隐藏的秘密。 沙坝认为女儿是个好学生, 坏事绝不会隐瞒。 她想再次教训一下婆婆, 却被依莎阻止了。 她想和婆婆单独谈谈, 等所有人都走后, 婆婆看到依莎那么紧张, 猜到她的秘密绝对是个可怕的事情, 以至于不敢让她父亲知道。 为了报复依莎, 婆婆决定告诉沙坝吧。 她女儿有个多年的秘密没有告诉她, 她要亲眼看着她们妇女的关系破裂。 依莎绝不允许这个局面出现, 于是想到一个对付婆婆的对策, 小帅陪着她去找被撞倒的老人, 这个麻烦她得处理, 不能让婆婆当成自己的弱点来对付自己。 小帅答应了她的要求, 决定开车过来接她。 小强听到庸人议论婆婆要跑到沙坝那里, 揭穿依莎的秘密, 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泰。 婆婆出去找沙坝的时候, 阿泰拦住了她, 婆婆立即在儿子面前, 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说自己并没有偷依莎的手机, 而是在地上捡的。 她打开依莎的手机, 就是想看看她是不是和小帅油染。 阿泰告诉妈妈不要再做坏事了, 因为她过来抢劫依莎包的恶棍, 已经向她坦白了一切。 她不仅命人抢了依莎的包, 还派人放火烧了房子, 甚至还命人潜入依莎的房间, 查看她的日记。 婆婆见事情败露, 只得认错, 还说自己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阿泰好, 因为她不相信依莎是个好女孩, 姐姐却是不到一个月就嫁给姐夫。 这样的女人不配做自己的儿媳妇。 阿泰听后, 极力维护依莎, 见母亲还不知悔改, 阿泰只好拿母亲的秘密交换。 如果母亲坚持要用依莎的秘密对付她, 她会把父亲生病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说出来。 依莎正要出去见小帅, 阿泰在花园里拦住她, 为她妈妈投她手机一事道歉, 并说服她她会站在她身边保护她。 说完, 给她一个充满爱意的拥抱。 依莎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她很怕婆婆知道她的秘密, 然后告诉父亲, 父亲可能无法原谅她。 这时, 她的父亲出现了。 为了不让父亲看到她哭泣, 依莎扑进了阿泰的怀抱。 阿泰解释说, 他们刚刚热吻过, 依莎的嘴唇被吻得微微肿胀, 所以她不敢见任何人。 父亲很尴尬, 转身就走。 婆婆收到了依莎定下的和平协议, 做不到就告她偷手机。 一是婆婆不能打扰小帅, 继续热情配合她拍广告, 而是婆婆见庸人三年的奖金要全部还清。 迫于压力, 婆婆只好在协议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小帅来接依莎一起找人, 依莎却不能赴约, 因为阿泰要和她商量离婚的事, 但是,小帅只好明天来接她。 两人来到河边, 依莎问阿泰为什么突然提出离婚。 她见过婆婆的真面目了吗? 阿泰回答说不是, 觉得她大学刚毕业, 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更美好的未来, 而不是陷入与母亲的争斗中。 至于她的儿子, 大家一起抚养, 相信她会在温脸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依莎同意了她的建议, 答应等婆婆拍完广告再去办离婚手续。 最后, 阿泰表示, 他们的离婚并不妨碍依莎喜欢上自己。 看到依莎一头雾水, 就告诉她, 无意中听到她告诉父亲她爱上了自己, 依莎没想到她误会了, 连忙跟她解释说, 她想跟父亲坦白自己撞人, 怕父亲心脏病发作, 只好撒谎, 说爱上她只是为了让她父亲安心。 阿泰这才发现是自己误会了, 婆婆又开始了新动作, 她找了美国私家侦探, 前来调查依莎的过去, 婆婆的话恰好被好心的仆人听到了, 她立即跑去告诉依莎, 给了她一个对付婆婆的好建议, 就是利用婆婆的秘密来对抗她。 因为庸人偷听到了婆婆和美爸的谈话, 而美爸掌握了婆婆致命的秘密, 所以依莎决定从美爸那里入手。 依莎约好今晚和美爸爸见面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怎么套取秘密。 最好的朋友问她为什么不从阿泰入手, 依莎认为阿泰一直站在婆婆这边。 这时, 她看到小强正爬上树干活, 她记得阿泰曾经告诉自己, 她和小强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那她应该知道婆婆的秘密, 于是她改变主意想对小强下手, 却被闺蜜阻止了, 认为她和婆婆吵架了, 由她这个外人来更容易得手。 得到允许后, 闺蜜上前与小强交朋友, 两人聊了疑惑后, 小强向前迈出一步, 却被梯子绊倒, 抱着闺蜜摔倒在地。 而两人暧昧的姿势, 恰好被走过来的小姑子看到了, 她一直喜欢小强, 这让她很生气, 她愤怒地冲上前去扇了闺蜜一巴掌, 怒骂道, 光天化日之下, 勾引她的男人, 随后两人扭打在一起, 一杀见状连忙上前劝架, 现场顿时一片混乱, 下人立马跑去告诉婆婆, 小姑子还在骂闺蜜, 一杀帮闺蜜解释, 两人没有任何关系, 是不小心撞到了一起了, 说完, 她就带着受伤的闺蜜离开了, 小强受不了小姑子的嚣张, 狠心地告诉她, 自己从来没有喜欢过她, 激进她只是为了占她的便宜, 并向她道歉欺骗了她, 小姑子听了这话, 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夸赞她为人正直, 她坦言不介意被骗, 因为自己已经爱上她了, 说完, 便献上了甜蜜的吻, 这一举动, 惊得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婆婆也惊呆了, 她大声喊道, 让两人到办公室来见她, 而一旁的好心人已经拍下了这爆炸性的一幕, 附加千金主动抢吻下人的消息, 也被她们第一时间上传了到了各大媒体, 依莎也第一时间给阿泰打电话, 告知她姐姐出事的消息, 婆婆在质疑女儿和小强的关系, 小强表示两人是清白的, 自己接近她, 只是为了骗她的钱, 婆婆听了气的要开除小强全家, 小姑子向妈妈求情, 说小强是个好人, 要受罚救她一个人受罚, 结果被妈妈打了一巴掌, 婆婆见女儿如此维护小强, 让她割手腕来证明她是真心爱小强, 婆婆知道女儿从小就晕血, 知道她不会为了男人挑战自己内心的恐惧, 却完全低估了女儿为了爱什么都肯做, 就在小姑子抱起小可爱决心往手上滑的时候, 婆婆立马拦住了她, 没想到女儿爱上了一个下人, 理智告诉她不能用强硬的手段把他们拆散, 她换了个笑脸, 恭喜女儿通过考验了, 同意她和小强在一起, 没有开除小强一家, 小强走后, 小姑子感谢妈妈的成全, 妈妈却瞬间转过脸, 捏了捏她的小脸, 但气呼呼地表示, 刚才她只是在小强面前演戏, 别以为她答应成全他们了, 她之所以这样做, 是不想让小强到处说大坏话, 说她又干涉孩子的婚事, 怕依莎用这个事情来对付自己, 最后还威胁女儿, 如果她再不远离小强, 她就让小强永远消失, 阿泰回家后, 婆婆跟她说她多了一个姐夫, 阿泰不明白妈妈的意思, 回房间问姐姐, 得知姐姐爱上了妈妈反对的人, 于是支持姐姐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依莎得知婆婆这次没有拆散小姑子的爱情, 反而祝福她和小强, 很是惊讶, 大家一时间猜不透婆婆到底想干什么, 晚上, 依莎打扮一番, 请美爸吃饭, 阿泰也要跟着去, 没想到沙爸已经做好了当女儿保镖的准备, 并表示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阿泰, 而是为了自己未来的女婿小帅,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阿泰心中百感交集, 她知道他们下个月就要办离婚手续, 所以无权干涉依莎的生活, 小强看得出阿泰喜欢依莎, 趁她还是合法丈夫的时候, 就让她追求依莎, 别等她有了新的对象才后悔, 这边, 依莎刚坐下来和美爸见面, 就把手机里的一个重要电话存了下来, 留下沙爸和美爸两个大男人相处, 沙爸直接了当地问美爸是不是在追女儿, 爸爸回答说依莎主动请她吃饭, 可能是喜欢她吧, 沙爸听后让她不要自作多情, 依莎约她见面, 只是为了得到婆婆的秘密, 此话一出, 美爸很意外, 这时, 女儿小美打来电话告知, 原来答应与他们公司合作的合伙人, 突然改变主意, 跑去与竞争公司合作, 美爸听后, 急忙给婆婆打电话, 质问她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帮助竞争对手拿下项目, 婆婆很淡定地说, 生意厂商背叛是正常情况, 谁对她有利, 她就帮谁, 美爸被她的骄傲气的快吐血了, 为了报复婆婆, 她把婆婆出轨的秘密告诉了依莎, 原来, 婆婆与老友在酒店约会时, 被丈夫当场发现, 结果, 丈夫患上了抑郁症, 不久就伤心死了, 婆婆就接管了丈夫的生意, 外界却认为是婆婆为了钱财而谋害自己的丈夫, 最后, 美爸还告诉依莎, 婆婆明天要参加女强人的颁奖典礼, 她可以趁机公开夫人的秘密, 作为欺负姐姐的代价, 但这一次依莎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回到家, 看到阿泰安详地睡在小侄子身边, 顿时改变了主意, 她通过小帅找到了活动的主办方, 要知道婆婆在哪里领奖, 她要在婆婆领奖时, 安排一个惊喜, 当婆婆穿着黑色艳美服出现在奖台上时, 主持人宣布将有一位特邀嘉宾为她带来礼物, 并隆重地将依莎介绍上台, 她拿着一个黑色的礼盒上台, 这时候阿泰从小美口中得知, 依莎要来揭穿母亲的秘密, 阿泰匆匆忙忙地去了宴会厅, 到了之后却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 依莎送给妈妈一条漂亮的钻石项链, 热情地为她戴上, 最后主持人请来了阿泰和小姑子合影, 一家人幸福美满, 婆婆女强人称号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活动结束后, 阿泰问依莎为什么改变主意去取悦她妈妈, 依莎说她打算报复婆婆, 但因为想到了她和侄子, 不想让侄子长大后知道她有个坏姑姑, 不想用奶奶的秘密成为扳倒她的工具, 她和父亲决定忘记, 婆婆曾经在电梯里对他们一家人的伤害, 依莎走后, 阿泰想起小翔和自己说的话, 要努力赢得依莎的芳心, 便在电梯关门前对依莎表白, 依莎害羞地把她拉到一边, 问阿泰要追她, 是不是忘了她姐姐了, 阿泰表示, 姐姐永远活在她的心里, 但为了儿子, 她必须勇敢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幸福就是依莎, 谈笑间, 她抱着依莎转了一圈, 告诉全世界她要追求这个女人, 依莎笑着答应了她的追求, 而这一幕恰好被小帅看到了, 婆婆递给儿媳一张五千万的支票, 希望她跟儿子离婚, 说这笔钱可以让她后半生无后顾之忧, 依莎拒绝了这笔钱, 婆婆被依莎的嚣张太太都欺得要命, 追赏依莎想教训她一顿, 却被依莎巧妙地躲开了, 她又连续扇几个耳光, 但依莎的头发一根都没有受伤, 婆婆见依莎不把她放在眼里, 故意挑衅她, 说要是姐姐像她这么聪明, 就不会被她欺负到死, 依莎听了这话, 转身就想扇婆婆一巴掌, 依莎知道, 昨天婆婆故意打她一巴掌, 就是要毁了她创造好媳妇的形象, 可她并没有上当, 而是用了婆婆最怕的蟑螂来对付她, 婆婆吓得脸色发白, 大叫着, 上蹿下跳, 依莎自优雅离去, 然而她下楼看到阿太时, 却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她身上, 责怪阿太没有好好照顾姐姐, 婆婆无情地伤害了她, 阿太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任由依莎发泄心中的怒火, 婆婆发誓不会放过依莎, 另一边婆婆让小姑子和小强分手后, 小姑子拒绝了小强的约会, 独自去酒吧喝酒消愁, 却差点被贪图她美色的男人带走, 还好小美和小帅看到, 小帅把小姑子拖走, 男人上前对小帅一顿暴打, 小美见小帅挨打, 拿起奶茶就往男人脸上扑去, 又拿起地上的警示柱, 朝她裤装捶去, 小姑子去小帅家住了一晚, 小美陪着小姑子, 依莎做了一个美梦, 梦见了自己和阿太深情亲吻, 这个吻甜蜜而紧张, 让依莎不禁笑了出来, 这时, 耳边传来父亲的叫声, 依莎吓得从床上掉了下来, 父亲借女儿精神作乱, 猜想她假系真做爱上了阿太, 于是第二天, 沙爸就来找阿太, 让他们尽快办理离婚手续, 然而, 阿太郑重宣布, 他将重新追求依莎, 在他们离婚之前赢得他的心, 沙爸始终不同意两个女儿爱上同一个男人, 赶紧和小帅沟通, 让他想办法把依莎追回来, 否则他们就假系真做了, 然而, 他们的谈话却被房间里的小姑子听到了, 小姑子想在妈妈面前邀功, 立马回房要打电话给妈妈, 小美不小心撞到了东西, 小帅过来敲门, 看到两人举止怪异, 他猜想两人应该是听到了他和沙爸的对话, 果然, 他查看了监控, 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小帅担心他们两个告诉婆婆, 想要阻止, 被沙爸拦住了, 沙爸认为最好让婆婆知道, 这样两人就可以快点离婚了, 小姑子迫不及待地回家告诉妈妈, 却发现小强来接他了, 小强说自己等了他一个晚上, 还点了自己喜欢吃的, 他快要心碎了, 小姑子一时不能正视他的感情, 只好催着他赶紧送自己回家,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小美喜欢小帅, 不想让小帅有机会去追依莎, 于是给阿泰打电话告诉阿泰, 小姑子已经知道他们结婚就是为了替他老婆报仇, 现在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听到这话, 阿泰半路拦住了姐姐, 为了拨得妈妈的欢心, 不管依莎怎么劝自己, 小姑子都坚持要向妈妈汇报, 依莎见阿泰还想阻止, 便让阿泰相信, 小姑子最终还是会选择站在他们这边的, 果然, 婆婆知道女儿一夜未归, 还带着小翔一起回家了, 他很生气, 想收拾女儿, 他立马打了小姑子一巴掌, 骂他不要脸, 没想到他妈妈这么狠心, 他本想在母亲面前说出依莎的秘密, 但最终他选择了沉默, 他被母亲的刺刺伤透了心, 默默地躲在房间里难过, 小翔来找婆婆解释, 昨晚他没有和小姑子在一起, 希望婆婆不要责罚他, 管家得知是一场误会后, 建议婆婆向女儿道歉, 骄傲的婆婆却放不下面子, 心想女儿很快就会像自己一样, 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小姑子也从庸人口中得知妈妈不肯向自己道歉, 再一次为她的冷漠难过, 想起依莎今天早上说的话, 希望他们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努力改变妈妈的思维方式, 让她看到身边每一个人的价值, 善待每一个人, 想到这里, 随即给依莎打电话, 答应派和她一起改变妈妈, 希望妈妈能成为一个好人, 为了惩罚背叛自己的父亲, 依莎把父亲绑在椅子上挠她, 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说出他们的秘密, 父亲说, 那是因为阿泰又想追求她, 她不同意, 所以她想拆散他俩, 除非她对天发誓, 她永远不会爱上阿泰, 否则她会像她姐姐一样, 选择她的丈夫而不是她的父亲, 就在依莎要发誓的时候, 阿泰拦住了她, 她向爸爸保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她也不会放弃依莎, 如果她能在两天之内, 让依莎爱上自己, 莎爸就要认同这个女婿, 如果做不到, 她就会离开依莎, 莎爸爽快地答应了她的挑战, 仆人无意间听到了依莎妇女的谈话, 得知依莎嫁给阿泰, 只是为了替姐姐报仇, 立马把八卦传给了所有仆人, 小强怕传给小姑子, 马上给阿泰打电话告诉阿泰, 阿泰没在意, 相反, 她很平静地来找美爸, 她只是想知道美爸为什么要告诉依莎, 她妈妈出轨的事情, 美爸解释道, 她不是在帮婆婆, 因为她只透露了婆婆一半的秘密, 如果依莎自己查出全部真相, 婆婆的名声早就毁了, 原来婆婆不仅仅是出轨, 而是为了立以出卖刺激的身体, 阿泰的父亲因为妈妈这种做法被气死了, 不过, 阿泰听后并不感激, 不管过去是真是假, 都已经成为过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 她会不惜一些代价保护自己的家人, 随后, 阿泰邀请依莎去餐厅吃饭, 依莎盛庄前往, 婆婆也如冤而至, 两人都很在意对方的存在, 要求阿泰给她们一个交代, 阿泰恩负了两人, 坐下来将自己和依莎结婚的真相, 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只是想向依莎证明, 她的母亲并不是有意伤害自己的妻子, 婆婆听了也不意外, 反问她们什么时候离婚, 阿泰表示虽然她们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但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她们会越来越相爱, 依莎愿意放下仇恨做她的妻子, 陪伴她度过余生, 婆婆不愿意接受依莎气呼呼的离去, 而等她在车上发泄之后, 她淡定的回到餐厅, 微笑着向依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愿意收她为妻儿媳妇, 愿意与她虚心相处, 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 她什么都可以跳舞唱歌, 没想到话音刚落, 依莎就同意她当场跳舞, 说完, 她拿出手机播放了音乐, 婆婆后悔刚才的大花海口, 只好尴尬的随着音乐跳起舞来, 没想到, 为了骗去依莎的信任, 她还真是无所不能, 依莎看得出来婆婆是在演戏, 只是猜不透她在玩什么把戏, 阿泰安慰她, 与其让她生气离我们远点, 不如让她有机会亲近我们, 化解仇恨, 阿泰告诉依莎, 明天准备好承认自己爱上她了, 这要不由自主地吻她的时候, 沙巴却一脸苦涩地出现在他们身后, 她让阿泰签个协议, 她完成不了征服依莎的任务, 明天下午三点就和她离婚, 谁知阿泰看都没看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沙巴见着小子如此自信, 决定阻止她, 她已经悄悄地在水里下了安眠药, 就等着阿泰重计, 阿泰没有怀疑她, 一口喝下, 不一会儿就倒下睡着了, 为了不让儿子出去约会, 婆婆故意扭伤脚, 耍花招, 缠着儿子送她去医院, 见济摩得逞, 她邪美一笑, 原来阿泰昨晚被沙巴下药后, 一直睡到下午一点, 离合沙巴打赌, 她会在三点钟之前赢得依莎的芳心, 而此时只剩下两个小时了, 为了节省时间, 她让仆人帮她安排了司机, 她要去见依莎, 然而, 当佣人去告诉司机, 他们正在八卦这件事时, 婆婆恰好听到了, 为了让儿子跟依莎离婚, 婆婆故意在出门的时候从楼梯上摔下来, 扭伤了脚, 要求儿子送她去医院, 才成功挽回, 在两人去医院的路上, 阿泰收到了小姑子发来的短信, 她从佣人口中得知, 她妈妈早就知道她和沙巴打赌的事情, 一定是为了不让她见依莎而故意摔倒, 阿泰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倒下了, 对小姑子的话心存疑惑, 小姑子只好说起她母亲当年演戏的经过, 原来在妻子分娩时, 为了得到儿子的照顾, 不惜从二楼阳台坠落, 导致妻子分娩时不在身边, 而且为了不让妈妈受重伤, 几个月前她就在下面种了草, 阿泰带着妻子过情人节时, 她的母亲不惜重金聘请了两名临时演员, 自导自演一桩绑架案, 为了给戏画个圆满句号, 妈妈居然说绑匪绑座人了, 这么烂的演技也只有阿泰信了, 母亲这样做是为了霸占儿子的爱, 让儿媳妇感到孤独, 失望而归, 阿泰这才意识到妈妈在撒谎, 但她并没有力气揭穿妈妈, 而是如她所愿, 将她送到了医院, 阿泰想离开时, 妈妈又恳求她留下来和她一起拍片, 她需要儿子的精神支持, 小姑子见阿泰没有拒绝的理由, 及时赶来扶她出来, 说自己可以留下来照顾妈妈, 才让阿泰成功逃脱, 为了减少愧疚感, 小姑子和妈妈坦白说, 阿泰早就知道她所做的一切, 然而却招揽了妈妈的一个大大的耳光, 妈妈赶紧追上儿子, 求她和依莎分开, 说依莎性格刚烈, 不适合做她的人生伴侣, 她心怀不轨, 迟早要骗走她所有的财产, 然后离开, 妈妈见阿泰执意要走, 只好拿出王牌, 让她在依莎和她之间做出选择, 她要走, 他们就断绝母子关系, 想了想, 阿泰还是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了, 母亲无法接受儿子的选择, 非常难过, 小姑子求妈妈不要再勉强他们了, 因为没有人能理解她, 结果妈妈又想打她一巴掌, 好在小姑子躲得巧妙, 妈妈扑了个空, 她气呼呼地把小姑子推倒了, 就在她万分失望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让她又看到 希望的电话, 原来她找到了发现依莎秘密的人, 当她满心欢喜地去见这个人时, 她又失望地回来了, 那个人是依莎在英国留学的室友, 她说出的秘密正是依莎在睡梦中喊着要杀的话, 这样的线索根本动不了依莎, 然而, 为了报复依莎夺走阿太太, 婆婆依然没有放弃, 继续寻找, 她发誓要把依莎踩在泥土里, 结果另一边的阿太, 及时来到依莎身边, 她说要带依莎去拜访一个人, 撞到的老人, 得知老人还活着, 心中愧疚的依莎泪流满面, 她一直以为, 是自己的失误导致了老人的残疾, 殊不知老爷子当时只是受了轻伤, 地上的鞋只是鸡血, 瘫痪是饮酒中风造成的, 本来和车祸没有关系的, 她撞了人, 却选择了逃跑, 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 依莎为自己的无知向老人道歉, 在阿太的帮助下, 依莎终于解开了依莎隐藏多年的心结, 杀霸因此赌输了, 但她不知道阿太做了什么, 才赢得了依莎的心, 终于从仆人口中得知阿太敢于违抗母亲, 选择和女儿在一起, 或许她可以放下偏见, 承认阿太这个女婿, 阿太短短两天时间, 就让依莎爱上自己, 两人在水中互相表白, 确定了关系, 依莎也决定敞开心扉, 与婆婆和睦相处, 殊不知, 婆婆早已掌握了她的秘密, 打算借此胁迫她与儿子离婚, 小人的儿子大山, 无意间从她母亲口中得知了这件事,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依莎补偿了他们一大笔钱, 还有大山记得跟小姑子在酒吧喝酒, 小姑子提到, 如果她能知道依莎的秘密, 如果告诉她妈妈, 她会得到很大的回报, 因为她妈妈非常讨厌依莎, 为了得到这笔意外之财, 大山急忙去找婆婆, 婆婆对她没有好感, 因为前一秒刚刚把她踢了出去, 原来大山为了追求小姑子, 将自己塑造成, 在美国拥有数家大公司的上市老板, 可婆婆一眼就识破了自己是个大骗子, 羞辱了她一番后, 狠狠地让助理把她赶了出去, 紧接着, 大山得意洋洋地, 把高中十七依莎撞人肇事逃逸的事告诉婆婆, 婆婆不相信她的片面之词, 要她拿出铁证, 她愿意悬赏一百万, 为了取证, 大山以父亲不舒服为由, 让母亲给依莎打电话, 依莎立马带着闺蜜先来, 不过依莎对老爷子的忏悔, 也被悄悄露了下来, 大山顺利拿到了依莎肇事逃逸的证据, 婆婆信手承诺悬赏一百万, 另一边, 依莎并不知道自己的秘密暴露了, 她还在积极讨好婆婆, 她早早起床给婆婆做了一顿营养早餐, 婆婆却以她不舒服为由, 拒绝了她的好意, 只好和阿太一起享受二人世界, 婆婆见两人开心地吃着早餐, 决定出手了, 她让司机开车到沙坝家, 并嘲笑她生了两个没出息的女儿, 她威胁沙坝, 如果她不想让女儿坐牢, 她就让依莎和阿太离婚, 以她的实力, 分分钟毁掉依莎的名声, 然而沙坝被她的威胁, 吓得心脏病发作, 当即按了墙上的暗铃, 又吞下了几颗安神丹, 原来这暗铃就是前几名贴阿太帮安装的, 只要她觉得不舒服, 就按暗铃, 就会给欧阳阿姨家发出警报, 欧阳阿姨就会过来帮忙, 果不其然, 欧阳阿姨听到铃声就赶紧跑过去, 扶着沙坝赶往医院, 却被婆婆误会为沙坝是故意装病, 只是为了避开他们的谈话, 于是她狂妄地阻止他们去医院, 甚至口出恶言, 希望沙坝把早点下地狱, 让大女儿不再孤单, 欧阳姨没想到她这么狠毒, 气呼呼地上前将她推倒, 婆婆瞬间陷入昏迷, 不过, 欧阳阿姨顾不得那么多, 以下婆婆冷冷地躺在地上, 车上, 沙坝生怕自己出事, 让欧阳姨转告依莎, 撞人不怪她, 幸好被及时送到医院, 沙坝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司机也赶紧回去接婆婆, 依莎那么婆婆的司机怎么会在这里, 欧阳姨没办法, 只好将婆婆威胁沙坝的事情告诉了依莎, 依莎觉得婆婆做得太过分了, 就追上了司机, 想和她一起去找婆婆, 等婆婆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她见没什么大碍, 司机的车离开, 没想到在开车途中, 婆婆发现不对劲, 司机竟然是她非常讨厌的儿媳依莎, 当她发现自己没有回家时, 她拿出手机想要报警, 依莎拿着小可爱, 威胁她交出手机, 然后带她去了一片荒野, 婆婆怕依莎对她不利, 故意假装摔倒, 然后抓起地上的草扔向依莎, 然后用不知从哪里捡起的木棍向她袭来, 但依莎及时反抗, 婆婆只好来阴的, 狠狠踢了她一脚, 然后迅速将吊在地的小可爱拿起来, 正要开枪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手里多了一把玩具枪, 原来依莎只是想吓唬她, 并不是真的想伤害她, 正在被戏弄的婆婆上前教训了依莎一顿, 两人双双倒地, 依莎嫁起了婆婆, 让她看看面前这块田, 价值一, 是她爸爸的, 每年都有人来买, 爸爸就是不肯卖, 因为她不想农民婆婆没地种, 所以依莎把婆婆带来, 就是想证明, 他们家不是婆婆看不起的穷人家, 也不是像她这样看前掩开的势力之人, 最后依莎一把将婆婆推倒在地, 再次警告她, 再这样下去别怪我不客气, 说完, 她就把婆婆堕在了这片荒地里, 一个人开车走了, 不过, 依莎并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她悄悄安排村民来接婆婆, 婆婆顶着烈日, 浑身湿泥, 狼狈地坐着皮卡车回家, 她发誓要报仇雪恨, 第二天, 依莎就来到了医院, 排着即将动手术的父亲, 婆婆带着两名警察上门, 以绑架, 殴打, 恐吓等罪名将她带走, 因为婆婆拿行车记录以取证, 依莎的行为被出一个月以下, 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但她想申请保释, 因为她父亲今晚要做手术, 她想和她在一起, 但原告婆婆拒绝了她的请求, 因为她行为恶劣, 只好将她拘留审问, 谁让她惹恼了自己, 她即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悲痛欲缺的依莎被拘留了, 现在只有阿泰能救自己, 所以依莎让小帅去找阿泰, 阿泰听到这个消息后, 第一时间给妈妈打了电话, 告诉她依莎是从美爸那里, 得知了她偷刑的秘密, 但她没有选择公布, 因为她已经放下了仇恨, 愿意和他们成为一家人, 婆婆被儿子的话惊呆了, 成功说服婆婆撤回了对依莎的指控, 依莎被保释出来, 婆婆气呼呼的来找美爸算账, 如果她再背叛自己, 她会宣布小美在美国和渣男怀孕的事, 美爸吓得差点尿裤子, 随后婆婆询问了医院里的管家沙巴的情况, 依莎的善举成功赢得了婆婆的心, 而沙巴的手术也很成功,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一家人可以团聚的时候, 危险悄然逼近, 阿泰和依莎在回家的路上, 被蒙面人挟持, 两人与对方一阵搏斗后, 劫匪趁阿泰走神, 从背后用力捅了她一刀, 依莎被打晕带走了, 阿泰在劫匪不注意时, 扯下了劫匪的面具, 看到了这张熟悉的脸, 身受重伤的阿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带走依莎, 随后依莎被劫匪带到一处仓库, 原来绑架她的人就是大山, 大山之所以绑架她, 是为了拍她的裸照, 以此来勒索更多钱, 然而就在大山离开后, 另一名劫匪记忆依莎的美貌, 想图谋不轨, 假装睡着的依莎一拳将其击倒, 惨叫声惊动了其他正要离开的人, 依莎拿起身边的木棍, 打向前来帮忙的劫匪, 然后将堆积在楼梯上的轮胎推向大山, 她设法逃到了外面, 这时来了一辆皮卡车, 她向司机求救, 犹豫片刻后, 司机倒车让她上车救了依莎, 另一边, 阿泰因伤势严重被送入手术室抢救, 婆婆和小骨子留在手术场外, 这时, 婆婆接到大山打来的电话, 告诉她依莎逃了出来, 看到了她们的脸, 她想让婆婆想办法让依莎闭嘴, 否则她会被逮捕, 然后把婆婆拖下水, 婆婆吓得浑身发抖, 原来这一切都不是她计划的, 那个时候, 她对依莎恨之入骨, 埋下了依莎撞人的秘密, 想趁机把她赶走, 没想到, 大山却趁虚而入, 大山拿了婆婆给的一百万作为证据, 让婆婆和她坐在同一艘船上, 以索取更多的不义之财, 就在依莎赶到医院, 看望阿泰的时候, 婆婆拦住了她, 想要给她解释一下, 依莎不想搭理她, 就在两人拉扯的时候, 小强过来告诉婆婆, 阿泰失血过多, 需要输血, 而此时的依莎也接到了父亲的消息, 心脏可能会停止跳动, 医生竭力抢救, 父亲的事让依莎一时难以接受, 他想, 如果不是婆婆的报复, 父亲也不会再犯心脏病, 而刚才他被绑架装睡的时候, 听到大山说是他婆婆吩咐的, 依莎瞬间崩溃, 依莎因为情绪激动陷入了昏迷, 睡梦中, 她梦到姐姐告诉她, 不要再跟婆婆吵架, 不要再讨好婆婆, 因为她绝对不会收他们做儿媳妇的, 依莎睡了一夜后醒来, 当得知父亲和阿泰都平安无事后, 她决定听从姐姐的建议, 离开阿泰, 远离这一切, 可她不想白手打击, 她想见着婆婆的这次失误, 得知姐姐死亡的真相, 后来, 依莎来找婆婆, 婆婆向她解释说, 她被绑架不是她教唆的, 而是大山误会了她的命令, 依莎知道她不是故意的, 因为她听大山说婆婆要求放了她, 可是大山并没有按照她的要求去做, 而是想拍她的裸照来敲诈她, 如果想让她闭嘴不让阿泰知道, 就必须告诉她姐姐去世的真相, 不过, 对于姐姐的死, 婆婆也很内疚, 她承认不喜欢姐姐经常欺负和虐待她, 但只是希望她退缩, 和阿泰离婚并没有杀她的意思, 她之所以如此宠爱自己的孩子, 就是因为阿泰和小姑子生性软弱, 她怕她死后他们照顾不了自己, 希望他们能找到另一半, 不让他们受苦, 让她安详死去, 然而婆婆的话让依莎改变了主意, 她并没有打算和阿泰分开, 因为她爱阿泰, 她绝对不会让阿泰在婆婆的安排下, 过上不想要的生活, 另一边的阿泰苏醒过来, 想起当晚的劫匪士大山便想报警, 婆婆怕事情变得更糟, 决定告诉阿泰真相, 谁知道这时, 小姑子把小强带到了病房, 还拿来了两人的结婚证, 宣布他们结为夫妻, 惹得婆婆非常生气, 小姑子之所以这么反抗婆婆, 是因为婆婆曾经收买小强的前女友来骗小姑子, 说她怀了小强的孩子, 以此来让他们分手, 这一次, 她不再相信妈妈, 她要为自己而活, 婆婆见状十分生气, 直接没收了给她买的车和信用卡, 婆婆害怕儿子知道后讨厌她, 于是打电话给大山, 用一千万来收买她, 让她和她手下去自首, 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她参与此事, 不料大山故意将自己通话录音信漏给各大媒体, 婆婆顿时陷入舆论风暴, 这让知道真相的阿泰无法原谅母亲, 无形地提出断绝母子关系, 小姑子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 也和阿泰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得不到孩子的离弃, 婆婆气呼呼地回了家, 为了证明孩子们离不开她, 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清理干净, 她要将这里改建成会所, 将家里的佣人全部开除, 连自己的孙子也要赶出去, 最后, 她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第二天, 婆婆才知道信漏通话记录的人竟然是美霸, 她勃然大怒来找她算账, 指责她为何再次背叛自己, 四处散布她出轨的消息, 让丈夫误会自己一语去世, 其实真相是, 她并没有对不起丈夫, 而是为了争取项目她不得不背锅,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美霸答应婆婆把大山交给她, 大山却刚好听到两人要联手对付她, 立马逃走了, 因为家里所有的佣人都被婆婆赶了出去, 一傻好心地把他们收留到了爸爸家里, 而小姑子为了自力更生, 顶着猎人卖鲜榨果汁, 然而,生活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轻松, 她占了几个小时, 一杯也卖不出去, 没试过苦头的她不禁心灰意冷, 阿太现状上前鼓励她, 小姑子又燃起了希望, 于是她开始尝试直播卖自己的品牌服装, 没想到人气却一天比一天高, 接到了很多订单, 还带着侄子和沙坝边卖水果边卖衣服, 为了事业打拼而变得神采衣, 婆婆看着叫卖的女儿, 发现没有自己她们也过得很幸福, 不禁有些失落, 沙坝得知婆婆与绑架女儿有关, 再次改变主意, 她再次逼迫女儿与阿太离婚, 依莎跟她解释说, 婆婆不是故意的, 可是爸爸不信, 后来爸爸来找阿太, 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佛经和书籍送给她, 让她学会放下, 阿太不明白沙坝的用意, 跑来问依莎, 依莎只好拉着她的手安慰她, 这天, 婆婆非常想念孩子, 鼓起勇气来到沙坝家, 只见被她赶出家门的人, 个个兴高采烈的聚在一起吃火锅, 她一向高高在上, 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热闹的家族聚会, 她觉得孩子们不再需要她了, 所以她很孤独的离开了, 然而, 依莎找到了她, 婆婆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失落, 急忙开车了, 到车时差点撞到依莎, 婆婆下车向依莎道歉, 却被赶过来的众人误会, 婆婆故意要伤害依莎, 连阿胎和小姑子都不再相信妈妈了, 妈妈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依莎要求她的婆婆向大家都解释说, 这一切不是她做的, 婆婆却气呼呼地向大家承认是她做的, 既然孩子们已经不信任她了, 就让他们误会她是恶毒的母亲, 婆婆伤心地回到空荡荡的家里, 却被大山扣为人质, 大山威胁她交出所有的金银珠宝, 婆婆打开保险箱, 把所有的钱都拿了出来, 然后大山把她绑起来, 打电话给美爸要两千万, 婆婆让美爸用现金救她, 但不要告诉孩子们, 因为她不想自己的错误, 把他们两个牵扯进来, 不过美爸还是选择通知阿泰, 在她妈妈被绑架的时候, 阿泰和依莎听了这话救取救人, 两人来到仓库, 躲在角落里悄悄对付大山的两个手下, 大山察觉一样, 前去查看, 这时, 婆婆悄悄正脱了手中的绳索, 然后从旁边拿起一根钢管, 想从背后攻击大山, 被大山察觉, 一枪击中了她的胸膛, 阿泰来救妈妈, 大山却被她连开几枪逃跑了, 阿泰为了追大山, 把妈妈托付给了依莎照顾, 依莎赶紧带着婆婆去了医院, 路上却发生了车祸, 等婆婆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在医院里, 她等了一个星期, 依然没有人来看望, 婆婆出院回家, 美爸和小美来看望她, 她高兴地请她们留下来吃午饭, 然而, 当她走进客厅的时候, 却发现所有人都在默默关心着她, 为了不打扰她休息, 他们趁她睡着的时候偷偷来看她, 依莎感谢婆婆在发生车祸时, 能够扑在她的面前保护自己, 让她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莎爸也原谅了婆婆, 为过去误会她而道歉, 一家人终于兵实浅显, 母亲也同意了小姑子和小强的婚事, 将依莎姐姐的项链还给了阿泰, 并向儿子道了歉, 使自己误会儿媳妇, 阿泰原谅了她的母亲, 最终, 在妈妈的见证下, 阿泰拿出了戒指, 跪地向依莎求婚, 依莎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终于冲破重重困难走在了一起, 大家都为他们的幸福而欢呼, 六年后, 依莎成了婆婆的私人律师, 她的宝贝孙子也六岁了, 婆婆和沙爸拿着礼物, 前来争夺孙子的欢心, 小孙子却扑到依莎的怀里, 大声告诉大家依莎怀孕三个月的消息, 让大家大吃一心, 之后, 全家人为小孙子办了一个快乐的生日会,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